好久不見了 我已經叫出 哥想看你的綜藝了 已經在錄了 羅志祥現身北京機場付出 節目《一在錄》 貼粉醋用飯類 我快幫我出學的 全錄大回來 好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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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叫聲 亞洲空 武王羅志祥 2020年被前女友周陽青 一記中水 被中國娛樂圈封殺 當時接著三個節目 四個代言全軍覆沒 損失於兩億台幣 沒想到消失兩年四個月 還是神神神神的 活在鐵粉心中 8月30號 他從北京機場出發反台 一下車就有 不離不棄的歌迷 給予阿姨的包包 而羅志祥也不禁失了 一眼角 好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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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不見 你都是北京 不是 你男生是嗎 今天早 多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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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看來小豬的復出之路 持續有在鋪 自去年十一月 推出新單曲 接著在花蓮跨年晚會登場 又在七月攻進小巨蛋 現在更透露中國綜藝節目 錄製中 等通宣告全面付出 風太美 也許會老淚 也想收集前挑戰的死灰 你太悲 哪怕會保肺 我也要改天 趁海雲崩潰 挑戰期間 我要挑戰全人類 別後悔 我只會 我這渣男掉眼淚 幾滴還沒 我只得你心碎 多麼黑 對於投奔中國懷抱的小豬 網友表示 我們內宇整得完蛋了 哪個綜藝啊 頭這麼甜 粉絲真的是生冷不濟啊 為什麼他還有粉絲階 不理解呢 這戶黑眼圈這麼嚴重 又熬夜加班了吧 為什麼羅志祥就不能付出呢 在內宇中有很多的人 都是這樣的行為 哥哥這個行為還是比較小的 我很大 抱歉 抱歉 挽繞人一下 你毋滅我 這個 你好太太 很高興買Chu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嘗嘴吧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轟轟轟轟轟 他哥最怕的 他 他 他有憤怒感在裡面 可以不要 好嗎 多謝 我 哪 我 I can't explain me 我一直认你不再爱爱